前面有一个坑 不出我所料是新的教室 小子别看了 快下来 这么高 只好咬牙往下跳了 别玩了 过来 你怎么天天迟到 就不能早一点来吗 不省心的家伙 也不看看你这找的什么地方 上面全是仙人掌就算了 下面还是虚空 万一有同学掉下去怎么办 你管得着吗 他们掉不掉下去 跟我有什么关系 别说废话了 你的座位在这里 快坐好 马上就要上课了 已经准备好了 怎么没有作业 只好把同学的借给你了 上课记得好好听 不要捣乱 不然腿给你打断 竟然威胁我 不好意思 我不吃这一套 直接玩电脑 你干什么呢 我问你 你在干什么 上课时间玩电脑 是想请家长了吗 还把我给你借的东西丢掉了 我才不想要呢 真是管不了你 你自己在那 好自为之吧 那为什么还要管我玩电脑 不对 他刁难我 偷偷地过去 嗯 我直接白刀子进去 黄刀子出来 戳他屎包 老师肯定生气了 他等下一定会报复我的 要找个地方躲起来 黑板后有密室 不过里面是给老师的惊喜 同学们记得保密 其实真正的密室 在教室外面 就在对面粘液块上 中间的位置有一个隐藏门 里面才是我真正的密室 然后墙上两边有半线钩 取下来之后布置一个陷阱 玩会电脑吧 可恶 小子竟敢偷袭我 也不知道他躲哪去了 按照常理来说 黑板两边应该有拉杆 这次没有 不过有隐藏门 一起进去抓他 你惨了 你最如爱河了 真服了 是岩浆 利用垫脚方块过去 在我的身后有一扇门 他小子应该在里面 冲进去吧 等等 什么鬼东西 我他妈来了 有笑眼快跑 时间差不多了 是时候换个地方躲着了 岩浆门不要进 灯下面有隐藏门 以老师的智商 一时半会肯定发现不了 直接玩电脑 可恶 刚刚给我吓坏了 忘记碰到笑眼 不可以转身了 他小子到底去哪了 是火把门 打开看一下 还有不管了 直接闹闭灯 大哥 你冷静一定 是苦力怕 刚刚看到对面 还有一片粘液块 就在教室的下面 说不定哪里 就是真正的密室 先下去吧 真别说 还挺好玩 如果我猜不没错 应该有隐藏门 果然 打开门观察一下 快看前面有火门 可恶 是半线沟陷阱 这种陷阱 有小子的感觉 躲岩浆门里 刚好有珍珠 怎么跑背包里面去了 无所谓 今天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鞋 是半线沟 鞋